朋友好啊 周六继续分享新版的石帅石书 我们昨天说 聂荣珍在对待林彪的问题上是最不厚道的一个 整个的这个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里面 七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健在的这些老人里面 无出其右 这个聂荣珍 那么呢 我们说了聂荣珍对人 说了他对素玉 我们说了他对林彪 这还都是同事 是不是啊 那么他对待下属怎么样呢 我们再看看聂荣珍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下属的 这个林彪的干将啊 黄永胜 黄永胜称自己革命一辈子 他说他自己这辈子最好的上级有两个人 一个是毛主席 一个是罗帅 他都没提林彪 他说自己最好的上级是毛主席和罗帅 那么一生感念罗永桓对自己的教导关心和爱护 很早啊 这个黄永胜啊 就曾经情真义切的写过这样的文字 叫罗永桓教我如何当班长啊 你看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样的感情啊 你看杨成武曾经在三六年三六年的时候到洪一师当师长的时候 这个自己觉得压力比较大 后来毛主席说你找你们林军团长去啊 然后这个林彪给他一通开导啊 杨成武曾经写过 林彪军团长教我怎么做师长 哈哈哈 但是你看人家这个黄永胜 人家说什么 写的是罗永桓教我如何当班长 那就说什么呢 就说罗永桓在黄永胜的这个军旅生涯中 这个意义会更大 为什么 他是战士 刚刚让他当班长啊 这应该属于这个军旅之初啊 你不像杨成武是不是啊 他都三六年到了陕北的都 那都当师长了是不是啊 哎 所以你想一想啊 这就像一个启蒙老师啊 和中间的那个老师 和你中学老师对你的影响 啊 应该是啊 正常情况下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啊 那么罗帅这个一九六三年啊 十二月十六号去世了啊 那么这个后来开这个公祭日 就是其实就是追悼会了 开这个这个攻击日那一天啊 身为广州军区司令的这个黄永胜 也不请示啊 自己就敢做决定 就在广州给罗永桓元帅 开这个攻击日 攻击大会开了个分会场 然后呢 自己在台上 当着他妈的手下千百元这个将校尉和大院老小的面啊 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啊 一直哭到昏天黑地 这个这个黄永胜啊 黄大司令啊 当着自己不下的面 和满军区家属的面 那你说啊 你说这黄永胜跟罗永桓是 何等的情分 黄永胜对罗永桓 你看这情分到这 这般程度啊 但其实呢 其实这个聂荣真 也是黄永胜的老上级 黄永胜跟聂荣真 在一起的这个时间 事实上是比黄永胜和罗永桓相处的日子还要长 聂荣真在一军团当政委的时候 那地位当然还高于政治部主任罗永桓呢 从红军时期啊 在一军团做团长啊 从那时候开始 到抗日战争进察纪军分区司令啊 进察纪军区下边的这个军分区 黄永胜做军分区的司令 然后呢再到解放战争前期 在纪热辽啊 当纵队司令 就是后来的八纵 冬夜的八纵 从1932年到1947年 前后15年的时间 除了中间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黄永胜率这个教导二旅 这个这个这个赶赴延安 那时候国共摩擦嘛 延安有危险 那么进察纪军区派黄永胜 带这个教导二旅啊 赶赴延安去保卫延安 一年多的时间 除了这一年多时间之外 前后15年时间里面 有13年多 黄永胜始终是聂荣真的直系的 这个老不侠 嗯 那么应该说一口锅里吃了十多年的饭 你按理来说 啊 我就曾经打个比划 我说这条就算是包办婚姻 也该日久生情了 啊 13年多 13年多的时间在一起 啊 老领导 老上级 但是 但是黄永胜这个人 黄永胜这个人 其实很招儿喜欢 其实黄永胜是很性情的一个人 但是黄永胜这个人 啊 他知道 聂荣真不喜欢 不喜欢 黄永胜知道聂荣真不喜欢自己个儿 啊 然后呢 让黄永胜也不避讳 所以黄永胜就直言 说他说我也不喜欢聂荣真 哎呀黄永胜 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他 哎 那什么原因呢 啊 这日久就没生情呢 嗯 应该说 主要的呢 是黄永胜这个人 个性比较突出 黄永胜呢 打仗极其彪悍 啊 然后呢 应该说从红军时期开始 啊 一直到几万认争 黄永胜应该说战绩斐然 但是呢 这家伙不知道什么叫谦虚 哈哈哈哈 也不知道什么叫谨慎 黄永胜仗打得好 然后呢 也好险 也好险 然后呢 他是 黄永胜是做过政治主管 也做过军事主管 但是更多的时间 他作为军事主管 所以呢 就是黄永胜一贯是看不起跟自己搭班子这个正美的啊这个政治主管 动不动黄永胜动不动就草 什么事都他把你正美说了算 还有这个团长有鸟用啊 这就这个语气就很像是杜梁写这个亮剑啊就把这种话都放到了李云龙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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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上 但是啊 这种操话这种说的话真就是黄永胜说的原话 草什么事他都你正美说了算还有这个团长的那些鸟用呢啊 哎 这个黄永胜对待政治委员就这个态度那自然 这个内容人就知道了那自然聂政委就不高兴人家因为聂政委从来就是做政委的嘛是不是啊 还有呢说禁察纪时期抗日战争的时候已经取了这个向徽方为妻的这黄永胜啊 又 这个转战的时候啊然后在一个地方驻扎的时间久了一点 把这和他妈的这个驻扎的这个驻地的这个 这这村的这个地主地主家这个女儿两个人就谈上恋爱啊 嗯就互相亲 就跟地主女儿就谈恋爱了 听说这个事被妮容人知道了之后呢一通给提 一通给提 就是从黄永胜来说呢好像是坏了黄永胜的好事 不是啊 于是就招来了黄永胜的记恨 那 但是呢我们不考证黄永胜跟地主女儿谈不谈过恋爱这个事 啊 我们就说你说这个上下级十多年同一个战壕里头 如果真的就是有 这个这个真实的 这个革命的情意在 啊 你是 如果有那样的铁的关系的话 你说那哪是什么跟个地主女儿 是不是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几桩的小事就都给败坏了 不可能啊 是不是啊 革命友谊那那得是什么情意 是吧 我们说黄永胜跟地主女儿这个事有没有我们不管他 但是呢 黄永胜是花将 这个事军中借人皆知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到新伟哥说国师里呢 然后这个五五年寿闲的时候 我曾经有几个章节说黄永胜这个人应该说说的很全面 我说完黄永胜的时候我就真是很喜欢这个人了就啊 花将啊 军中借人皆知 可以说黄永胜 沾花惹草 这几十年 人家自己就从来没想过改 从来没想过改 人家这个夫人 这个向辉方女士 人家也知道自己的老公就是花 向辉方甚至一度也闹过 但是呢 人家也是致死 人家是认这个黄永胜这个老公的 人家夫妻这一辈子 是不是啊 这个 所以那夫人还不在乎这个事你看 或者在乎了也管不了 是不是啊 然后夫妻关系也不动摇 你就这样的话从某种角度来说呢 是助长了一点 有点助长了黄永胜的这个习气啊 所以听说的结果以后 听说罗隆桓曾经就为了这种事 对这个黄永胜是大光轻火呀 气坏了 把罗帅气坏了 听说罗帅下面这句话就是 说给黄永胜的 罗帅说说 这么大的年纪 这么高的地位 你还要不要脸了你 那你说像罗隆桓这样的这个儒匠啊 这个 这个 政治元帅是不是啊 就是 那个这个批评一个人啊 能批评到这种程度 啊 你还要不要脸呢 这应该说很重很重的话 但是就是这么重的话 他也没耽误 罗隆桓去世的时候 黄永胜他情深似海 啊 呃 武阳城下 哭窝窝衰 这才是真感情啊 这才是真正的感情 说康正真正胜利后 康正真胜利后呢 黄永胜那时候呢 这个 根据中央的这个命令 他在教导二旅吗 保育安 看着胜利了 中央让他说那赶紧回去吧 你干脆 你就去东北 东北 说那进东北 你多二旅你也去了 就这么就派黄永胜 帅步 从延安 然后这个去东北 从延安去东北 是不是 那就陕北啊 山西北部 是不是呢 这个 这个这个河北啊 什么的啊 河北的北部 是进察 进察纪的老巢啊 就张家口啊 张 进察纪当时司令部 不就在张家口 是进察纪跟居地的首府啊 路过张家口 那你路过 就是在 涅斯林还在这 是不是 毕竟老单位老领导 黄永胜就顺道 去看望了一下 这个内容真 内容真 你看他不喜欢黄永胜 黄永胜是不喜欢黄永胜 但是你想 内容真 知道 他真是知道黄永胜这个人 床上有两下 床下人家也有两下 他知道黄永胜仗打得好 他也知道呢 一旦这个 这个跟国民党 要是谈判破裂了 要真是打起仗了 黄永胜肯定是一员干将 并且黄永胜的人家是军政双忧啊 政治主观 军主观人都错过 是不是 然后呢 仗打的就是鬼精灵 鬼精灵的那种 所以呢 这个内容真一想 哎 打起了自己的想算吧 就是说 你别去东北了 就跟黄永胜说 要半路截胡 别去东北了 既然如果我这儿 我这儿也缺干不 是不是啊 你就在我这儿 咱们接着在进察机干就得了 什么时候是啊 人熟地熟的 看着黄永胜啊 这个内容真又有点舍不得 看着黄永胜从延安带出的教导二里 你想在延安待了一年多 延安小米吃了一个个的 是不是标肥体重呢 啊 装备也不错 就想把他留下 但是这个时候 这黄永胜已经是牛逼轰轰了 哈哈哈哈 黄永胜面对着 内容真的这份请求 哪弯都不转 跟内容真说 中央命令我去东北 我就去东北 去东北跟林总 一起打仗 更痛快 哎 你看 这黄永胜 你太不讲政治了 是不是 你跟政委 你竟然这么说 主要让我去东北 我就去东北 我到东北跟林总一起打仗 更痛快 这一句话 彻底就把这个内容真给得罪了 一直记恨在心 一直记恨在心 你记恨就记恨去 那么老子也不在乎 这就是黄永胜的心态 老兵痞子倒是 也根本不买什么聂政委的账 你记恨就记恨 我也不买你账 这个 网上有那个片段啊 我以前说什么时候都说过啊 就说过耻的时候 然后有些朋友还很感兴趣 到网上去搜了 还真搜了 九大 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 新一届领导们先行退场 新一届领导 新的政治局成员 那时候内容真他们都是中央委员 尽管也在主席台第一排 但他们都做了中央委员 都没进政治局 九大 九大新进政治局 黄文一里秋这些人 那江青 张珍桥 姚元 那么呢 这都新一届领导先行退场了 然后新科的政治局委员 九月半数组里面唯一的锦冈山的独生子 独苗 这个如日中天 那个时候这个总长 黄永胜 走的时候应该从毛主席的左侧 他们退场 从路过右侧 右侧全是 毛主席这边不都是朱德呀 董碧武啊 什么那些老先生们 老军头们 那些老帅们都在那边 人家黄永胜还真就是恭恭敬敬 退场的时候路过这个 他们后边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和这些中共这些元老们 军中这些元老们 一个一个的握手 特别谦虚 特别恭敬 董碧武 按鲜无顺序 我说的大家可以看那个视频去 第一个董碧武 然后是刘伯成 然后是朱德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向前 八个人握完了之后 第九个排 按序排序 第九个是宁荣珍 轮到宁荣珍了 这一路笑脸过来 恭恭敬敬 跟每个人握手的 这晃晃 他到了宁荣珍那以后 立马 一张笑脸就没了 手放下来之后 侧目而过 里头不理宁荣珍 结果宁荣珍后边还有一位呢 叶剑英呢 是不是 本来呢 叶剑英还想沾沾这黄 黄总长的喜气 是不是 结果黄友胜因为冷落这个 宁荣珍 直接就过去了 结果紧安着宁荣珍 叶剑英也没占到黄友胜 黄旭前的 这一身 一身满手的喜气 黄友胜就不惯着 老子咱们就这样 从来如此 就不买黄友胜的炸 那么九一三事件之后 老同志们开座材会批林彪那时候 黄友胜发言的时候 你有来有往吗 是不是 你不恭敬我 好 黄友胜发言批林彪的时候 也不忘顺带着 把这黄友胜给烧了 黄友胜发言 说林彪为了抓军权 培养他的死打 总参是黄友胜 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 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 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你看 这黄友胜 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批林彪 稍待黄友胜 把黄友胜 一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打仗 这点本事 一句话 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 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 这就是聂荣真 这就是聂荣真 对自己十多年的老部下黄友胜 明天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完成了